來 別人幫我幫你收拾歌好嗎 讓我看到你 謝謝你那人幫我 謝謝 憲哥端午節這天帶著藝人好友 走出戶外快閃西門町 在街頭擺攤顯唱 身邊好友甚至女兒 Sandy 都確診自己卻沒事 讓他笑稱自己是天選之人 而讓他最近吵得火熱的 小汪大戰狗仔的事件 憲哥自爆 當事人也就找上他 那個 但我又覺得 好啦 我有跟當事人講過話 你是不是有跟小菲很大一點 小菲啦 他很無奈嘛 他說幹嘛一直朝著他打呢 對啊 好像是昨天通的話嘛 對啊 王小菲忍不錯 他們婚姻跟我無關 好不好 那 熱愛105天的你 那我也 不是耶 熱愛105天的你 你的心情真流水 跟我無關 好不好 但是就是說 快了一點 我只是講說快了一點 身為一個藝人 你就認了嘛 沒有關係 或者 另外一個 學我也可以 不要認了 然後呢 一個人 大戰五百酸 那帥帥的那個狗仔叫什麼 對不對 小哥啊 對啊 帥帥的 哎呀 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股墳 哥思琦 別搞啦 來跟憲哥賣卡拉紅天擂 家裡的人會覺得說 我兒子當狗仔 是榮譽的事嗎 沒有啊 小哥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 人家失德啦 這樣失德這樣不好 對不對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 把人家講成這個樣子 交交女朋友會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自己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啦 講到我就不一樣了 講到我就 每一個都要賠滿多錢了 然後拿出來做公益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沒到你了 沒有 我說什麼 我說謝謝 你現在話說一點 你要解釋 我是說謝謝館長 也謝謝謝和璇 謝謝 謝謝 歡迎來罵 歡迎來罵 如果有必要會在裡面會再大一次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對 當然會啊